那個除了馬雲鈞泄命之外 有什麼B案 你剛剛講說什麼 這個潛艦B案 不是 慶富案的三百五十一 後來發現慶富是這個嘛 我們現在想潛艦 那潛艦國造是從GL到S 大家覺得說到底太有門了 你承認這個案子 慶富案是什麼時候決標的 慶富案當時候是從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討論 但是那時候是誰刪預算的 是馬雲鈞三的 十分級的預算 慶富案是馬英九時代發生的 不是 重點是誰刪預算 是馬雲鈞三的十分之一的預算 慶富案的他的B案是在他的連帶 他的連帶出問題 那個時候立法院長是王金平 總統是馬英九 你沒有輸出許可是不能連帶 那誰讓他慶富可以去喬這些連帶 那個時候是誰有這個權利 對不起 馬英九當總統 而且國民黨那時候是完全執政 立法院也過半 所以你現在講一個慶富案 你拿清朝的劍來散明朝的官 說真的啦 拿國民黨馬英九時代的B案 每一次案子 來影射 這個我們的淺憲 而且現在淺憲唯一的B案 目前沒有 唯一只有洩密 這就標準欧龍赦倒 他剛剛從頭講到也沒有講到 任何一點問題 就是不斷地講都是B案 都是B案 可是他講不出任何一個問題 然後說黃曙光有問題 有啊 慶富案他的喜錢愛被抓出來 我現在講是錢建案 你就講一個嘛 錢建案你們 但是我可以說馬文君洩密 這是有明確的事證嘛 就馬文君到底 到底你 我不要說他不認識字 到底你在幹什麼 如果 如果今天在野監督這件事情 變成是在做生意 變成在扯後腿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再講一下 馬文君這件事情告訴你的是 監督跟扯後腿跟做生意 這中間要有區隔 好 那現在馬文君還在硬拗 他說我沒用過PHS電話 我怎麼可能會打那個電話 他說他拿王定宇來作證 他說王定宇當天在臉書PO文說 會議相當順利 完全沒有提到洩密一次 所以他質疑 為什麼現在才出來爆料 東豪 這個可以證明他清白嗎 不能 其實所有東西 你只要把當時的會議 會議內部的影像資料 我相信立法應該有留 調出來看就知道了 邵輝陽說謊 他這個中將還當得下去嗎 國民黨不會消失耶 國民黨明年還是會在立法院 他現在只是說馬文君怎麼敢這樣子 他怎麼敢這樣子 很簡單 誰當他靠誰 不用啊 說謊 你把謊話說一千次就變真的了 馬文君現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是看國民黨要跟進到什麼程度 要不要跟進他 照道理 對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我們應該要寬容一點 質詢監督不是那麼容易 是會犯錯 可是如果這個犯錯 是故意 甚至是在扯後腿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在 永鴻剛才講 我要再講 簡單講一下 你只看馬文君 看不清楚的 你要把黃正輝放進來 因為黃正輝是馬文君的合作夥伴 黃正輝自己是荷蘭代理商 對 他自己講這件事情做成以後 他可以抽成 可以抽成 那馬文君呢 荷蘭 荷蘭的推銷 他推銷荷蘭潛艦是在什麼時候 2018年 如果你覺得是針對馬文君 是針對國民黨 我把馬文君的黨籍 我換成是民進黨 如果是 馬文君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在國防委員會裡面 公開推銷荷蘭潛艦 這個荷蘭潛艦最大的問題哪裡 林桃艦拿不出輸出許可 林桃艦也在這裡 我也不是要拷問你 第二次的靈魂拷問 我不是要拷問你 我說如果今天是一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幹這種事情 你們作為在野監督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提問 作為執政的民進黨 如果你有一個國會議員 在國會殿堂裡面 直接推銷特定的軍購設備 民進黨要做什麼事情 公開喔 南韓 一講南韓你就知道 SI的部分 SI SI部分是韓國廠商自己內亂 然後馬文君建立信息 他把他幫弊案 事實上 荷蘭這一塊 你才可能變成弊案 如果當時真的因為馬文君去找了荷蘭 我想百分之百變弊案 因為沒有輸出許可 南韓這個 因為大家講很多 我就不用再多講 可是你們錄音帶裡面有黃曙光去南韓 對 你把他丟出去了 就是說馬文君到底有沒有國家利益的觀念 中國這一塊 當然你們沒有那麼直接 可是關鍵在哪裡 在他的合作夥伴黃正輝 黃正輝在讚美 主張跟中國統一的那兩個條件 那個影片 大家應該在網路上都看過了 這裡面有要問的就是說 國民黨對於你們自己的立法委員 到底有沒有管制能力 有沒有管理能力 還是國民黨鼓勵馬文君做生意啊 因為全局剩下八十 快到了禮拜三就剩下八十天了 如果立委可以 國防立委可以做軍火生意 可以幫軍火代理商推銷 你要相信什麼 然後他的合作夥伴還會讚美中國 中國海軍 所以看到中國海軍那個055的那個 那個萬噸級的那個 那個驅逐艦的型艦 他就感動落淚 在野監督這件事情 到底國民黨有沒有自己的內部管理能力 這是在扯後腿 馬文君扯後腿還有一個國家會把他寫上去 因為我不確定到底是不是採用他的設備 瑞典 他說我們的潛艦的柴油發電機 是用瑞典卡車拼裝的 所以你要知道 潛艦裡面全世界傳統 傳統傳統 傳統柴油的時候最在乎的 AIP 絕體推進系統是瑞典 對 沒錯 瑞典跟德國跟很多合作 他們甚至現在已經不用柴油發電機 用純粹的燃料電池 最新的 就馬文君到底到底你 我不要說他不認識智 到底你在幹什麼 如果如果今天在野監督這件事情變成是在做生意變成在扯後腿的時候我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我要故意講說如果馬文君是民進黨 你政黨有沒有能力啊 你可以同意嗎 你可以讓你的立委這樣子幹嗎 我再講一下 馬文君這件事情告訴你的是 監督跟扯後腿跟做生意 這中間要有區隔 對 我們這國造潛艦 柴油引擎是不是用瑞典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近剛好讀到 瑞典有兩家很有名的汽車公司 一家叫Volvo 一家叫SARB 那SARB之前是做濕糾戰鬥機 瑞典現在主力戰鬥機 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SARB做的柴油的引擎 給潛艇用的 日本最近是不是有一艘大晶級的潛艦下水 大晶級以前就是用SARB的引擎 所以你說 如果假設我們真的是用瑞典SARB引擎 那你覺得SARB引擎好不好 當然好啊 連他日本都在用啊 我們會 如果我們有的話 我們為什麼會 當然是不是用瑞典的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要滴溝倒菜兜啦 不過我 晃哥還有一個 他這個又是一個洩密 如果國防部都沒有公開這些資訊 他這樣講出來 那不就是讓中共又知道 喔 原來你裡面的這個引擎 可能是瑞典的 他透過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你從各家所製造的 不管引擎 或它的葉片等等 你就可以去模擬 推估出它的聲紋是什麼 對 沒錯 所以以後他這樣 他就知道這個不但這不是金魚 這還不是韓國的 也不是美國的 這時候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的 因為他們手上有這個數據 那馬文君是不是你這個洩密又多一條 對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 東豪剛剛講 就國民黨你要不要管理一下馬文君 但是我覺得呢 現在不只馬文君 可能連吳思淮也加碼了 吳思淮呢 他說齁 賴清德就點名 他說馬文君 吳思淮 你們這麼大膽 是因為有戰鬥人來當靠山 但是我一定要給林濤機會講一下 因為免得他被陳東豪心靈拷問 國民黨要幫他背書嗎 林濤 這個靈魂拷問的第二集 在一個禮拜之後上演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剛才東豪哥提到 就是說藍綠的差別在哪裡 民進黨雲爆能源搞這麼大 那賴清德還是可以去參加 這個賴靖林他女兒的 賴品渝的紀元總部主委 那國民黨其實就很基本的 就是資料的檢證 說真的 如果馬文君這個資料是確證 證據確鑿的話 二零一九年何必拖四年 到二零二三年現在開始查 而且查 如果大家這個證據這麼確鑿 還不趕快羈押 讓他在外面跑來跑去 那可是那個晃哥 我必須要講為什麼現在這個 你知道現在立委不能夠在會期裡面擠壓 中間也有休息 因為這件事情談很久了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吳思懷 為什麼吳思懷現在又出來了 因為馬文君這一個半月來 整個民進黨的立委的參選人 包括我們知道這個無理集團 去攻擊他 可是民調沒有拉上來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馬文君的仇恨值沒有很高 要拉一個仇恨值真正高的進來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吳思懷是從這個禮拜 他的名字憑空出現 那我也覺得就是說 吳思懷委員 真的不要多說 多說就跳進人家的圈套 他是出現在提案單上 你看他今天怎麼講的 一百三十 五十三項 不滿放話嗆 預算全三 吳思懷爆氣 我凍結預算你們有意見 那我就把他全三 這不是憑空出現 這是他自找的 這就是有人點他 他就出來說我不服 我覺得我爭取 他是汽油桶 一個火柴點下去 他就爆炸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框架 是現在的馬文君沒辦法撐這個議題 吳思懷進來叫做吳維拉 那所以我現在公開的希望 吳委員你不要再跳進來了 因為你過多的談話的內容 都有可能讓這個馬文君的這個事情 越演越烈越燒越大 火越旺 你沒有讓他滅火 你反而把火 火上澆油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這個就不要再談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民眾會覺得怎麼從上次的慶福案 到這次國際口罩案 怎麼每次都閉案 上次三百五十一 這次五百三十 五百二十三億 什麼時候我們的潛艦 才會跟這些弊案 或跟這些上架騎手 或跟這些潛艦的前客 沒有關係 這才是全民想問的 那個除了馬文君洩命之外 有什麼弊案 你剛剛講說什麼 這個潛艦弊案在哪裡 不是 慶福案的三百五十一 後來發現慶福是這個 我們現在想潛艦 潛艦國造是從GL到SI 大家覺得說到底他有沒有能力承諾 林大夫請教你 這個案子 慶福案是什麼時候決標的 慶福案當時候 是從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討論 但是那時候是誰三預算的 是馬文君三的 十分級的預算 慶福案是馬英九 時代發生的 不是 重點是誰三預算 誰把關 是馬文君三的十分之一的預算 慶福案的他的病案是在他的連帶 他的連帶出問題 那個時候立法院長是王金平 總統是馬英九 然後那時候海軍還都說 這個你沒有 喬世勤是行政院部長 對 喬世勤 然後就還講很清楚說 你沒有輸出許可是不能連帶 那誰讓他慶福可以去喬這些連帶 那個時候是誰有這個權利 對不起 馬英九當總統 而且國民黨那時候是完全執政 立法院也過半 所以你現在講一個慶福案 你拿清朝的劍來閃明朝的關 說真的啦 你拿國民黨馬英九時代的弊案 來影射這個我們的譴見 而且現在譴見唯一的弊案 目前沒有 唯一只有洩密 是誰被寄警告 黃曙光 這次譴見國召的召集人 又是黃曙光 就怎麼老是你 怎麼每一次都是你 黃曙光 而且國喜是誰找來的 是黃曙光 所以我覺得整間案子 民眾要的很簡單 就是對於台灣最重要的 潛艦國召案 能不能在合理的範圍 在立法院被監督 然後整個預算被討論 這就標準歐陽世道 他剛剛從頭講到也沒有講到 任何一點問題 就是不斷地講都是必案都是必案 可是他講不出任何一個問題 然後說黃曙光有問題 他的洗錢案被包出來 我現在講的是潛艦案 你就講一個嗎 潛艦案你們 但是我可以說馬文君泄密 這是有明確的事證 馬文君泄密 連他自己都承認了 所以我說國民黨打選戰很厲害 他現在 他現在就是用這種黑龍世道的方式 明明是他犯錯 然後那些講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民進黨在貪污 好像民進黨在逼案 你剛剛有講到雲爆能源 我請問你雲爆能源有怎麼樣嗎 你說雲爆能源出那麼大事 那個賴附羅俊庭 我請問你 好 那你就講雲爆能源 到底什麼樣的弊端嗎 你說光電有問題 到最後抓的是雲林縣級的 雲林縣的國民黨籍的議長 後來他被收押 涉嫌匯選 所以到現在你講不出任何弊端 雲爆 你要講雲林 還有另外一件叫口湖 口湖被判案的就是雲爆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合夥人 其實蠻驚訝林濤今天是這種態度